老婆,明天我要和几年没见的大学同学去三亚玩 哦,知道了,你去吧 老婆,你都不问问和谁去,男的还是女的 大学都是同学,男的女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你就不怕我接着酒精和女同学发生点什么关系吗 不怕,我相信你 我们去三亚玩,有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不会回来了 没事,你在外面想玩几天就玩几天 家里不用你惦记,孩子我会照顾好的 老婆,今天你怎么不限制我的自由了 突然变得这么同情大理 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几次的争吵 我也反思自己,想明白了许多事 结婚这两年,我也挺自私的,每次你出去聚会喝酒 我都没完没了的,催你回家 每次让你都喝得不尽兴,我让你觉得丢脸了 我很抱歉,以后无论你做什么事,出去玩多久 我再也不会催你回家了 我想,我们即便是结婚了 我也没有权利干涉你的自由 更不能过多,参合你的生活 老婆,你能这么同情大理 我真的太高兴了 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懂事了,老婆我爱你 半个月后,老公理由回来了 老婆,我从三样回来了,你怎么没在家啊 我带孩子在外面玩呢,你今天回家了吗 嗯,我现在在家呢 老婆今天我生日,你怎么都没在家等我 抱歉我给忘了,那你等着我 我马上带儿子回去给你过生日了 可是,我等一下要和我几个同学去KTV给我庆祝生日呢 老婆你要不也一起过来玩 算了吧,我晚上还要哄孩子睡觉呢 再说了,你的同学我都不认识 去了也玩不开,所以我就不过去了 那好吧,谢谢老婆,老婆真是太好了 那你先带孩子玩吧 凌晨十二点,老公喝得醉熏熏回到家中 老婆,你去哪里了,我喝多了,刚回到家 哦,我带孩子回娘家了 喝多了你就早点休息吧 我先哄孩子睡觉了 老婆,我喝得有点多 现在头疼得厉害,胃也非常难受 难受的话,你就去厨房自己给自己煮点粥 我还要哄孩子睡觉呢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老婆,我发现你变了 你变得突然对我冷冰冰的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 有什么区别吗 以前我和同学出去喝酒 你都会说晚上早点回来 见我回来晚了,你都会给我一直打电话 怕我喝醉出什么意外 可是现在呢,我出去喝酒聚会 你不会主动联系我 一个电话都不打 冒子我现在,在你心里像个空气一样 没有,是你想多了 是我想多了,还是你变了 人心是能感受到一个人的变化的 我也是有感情的 你说的这些 不都是你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自从我们在一起 这几年,我怎么对你的 你又是怎么回应我的 我挺好的呀,我怎么了 以前,每次你出去和朋友聚会喝酒 我不停地给你打电话 是害怕你喝醉了大晚上的有危险 所以才会没完没了地给你打电话 确认你的安全 可是你回到家给我的态度呢 不是感动,而是埋怨 我总是催你回家 扫了你们的兴致 说我像你妈一样管着你 剥夺了你的自由 我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空荡荡的房间 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家有多孤单吗 如今我也想明白了 既然你讨厌那个处处管着你的大妈 限制了你的自由 那我就不管你了 以后你无论做什么 出去玩多久都可以 喝酒喝到多晚也没关系 我再也不会催你早点回家了 你想要的自由我给你 我现在只想一心把孩子教育好 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老婆,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现在我后悔当初对你刻薄的态度了 以前都是我不好 看不见你对我的关心 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爱 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消耗你对我的关爱 老婆,是我错了对不起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老婆,你别这样 我们回到从前的样子好不好 我不会再那样放纵自己了 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好 你还是变回原来的样子 你不能不管我 晚了,一百度的开水都有凉的时候 何况是三十七度的人心呢 现在我已经适应 每天教育孩子的生活了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老婆,不要这样 我不要自由了 现在我真正感受到冷漠的滋味了 我真的错了 我想让你回来陪着我 在感情的世界里 没有谁对谁错 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如今 我只想成全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我不会再像从前那么黏着你 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划过的伤总会留下痕迹 如今的 我只想好好爱自己 好好的爱孩子 我们还是离婚吧 我现在觉得心好累 看见你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那份热情 老婆,我不要 我不要你离开我 我们明天明正举荐吧 老婆,我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们要珍惜眼前 愿意为自己付出热情和爱的人 不要过度消耗对方的热情和爱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